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光潭 太久没接触大自然 来见特地带团队的小伙伴们 还有李宁一起去录影 我们出发吧! 我们终于布置好了 我今天准备了超多指示招待大家 我们先从最适合录影去上的指示平方热热身 我们一般说指示平方最少会用五种不同的指示 就光潭这时,这个属于银子树奶酪一针块特别大 一般会切成小胶或者薄片吃 光潭在法国人见人爱 味道也很适合更接触知识的中国朋友 卡蒙贝尔的名字来自法国诺蒙地的一个村庄 因为外皮和内心风味不一样 所以会切成小三角保留外皮一起品尝 薄片也是软芝士 但内味更浓,看着就很尤人 配面包,做菜都很棒 法国的南瓜奶酪就像中国的稠豆腐 温着稠,吃着香 它是用青梅菌发酵而成 外观和风味都很特别 也是我的最爱 橙色的是我家乡利亚的特餐 蜜莫莱特知识 晚正的蜜莫莱特是越岸球形 和空台一样,也将就数成年份 它的蛋白质含量特别高 承受健身认识的欢迎 品盘上还可以搭配新鲜水锅、果干、煎锅 也可以加面包片和蜂蜜 按照你的口味DIY准美醋 先用法国的空台制式做个前菜 水里面加一点盐 把芦菌炒一下 在小罐子里加奶油 加一个五菌丹 超好水的卤酸 盐 胡椒 还有空台制式 就这样个水加热15分钟 这道菜好做好吃 营养丰富 空台制式的奶味温和 当早餐吃也合适 空台在制作成型后 要精心发酵素成处理 一般6个月就是个空台宝宝 还有12个月、24个月、36个月 时间越长、咸鲜味越浓匀 还会有一些果香、煎锅等等一些特殊的香味 录音肯定要炫一下少靠 靠牛排大家都很拿受了 今天要给牛排 搭配一个特别的烂碗芝士酱 放着 饼 放减 解减 减 淡奶油防过力加热 然后加烂温纸食 搅拌融滑 南丸奶酪本来就蛮重口味的 但是加了奶油就晚喝多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了 蛮好吃的 我还以为是这样的料理 没谈到 满上头的 最后来做一道法式烤制式作为天品 在喀蒙贝尔上面画一个石子 拎上蜂蜜 再加一个米芥香 用锡纸包起来 放在炭火上烤十分钟 这种吃法适合喀蒙贝尔 或者布里这样的法国软制式 用面包条或者水果蘸着吃 喀蒙贝尔的质感很肉滑 烤过之后就像个小的 芝士火锅 陪苹果蒜煎煎煎鱼 这南丸奶酪真的很好吃 这感觉南丸奶酪一席啊 来来干杯干杯 干杯 下次再来 大热间录音还是考验激励 不过今天大家玩得很惊心的 果然知识就是力量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爱上法国知识 一起结束创意 困了我先信仪惠 困了我先信仪惠 困了我先信仪惠